因為我們現在來關心台北 台政最先進行 現在是先看到 受到東北幾方的影響 新北市早上給我們 是來到十五點八度 去上宿的提示 街人拜訪會有 恐怖的大火發生 山口也要注意 攤斑到露酒 如果新北市的實際 有一個公路邊 就先就要放下來 影響到車道 請問經過要小心閃過 拜五再去七點 外在新北市實際 空年街這個公路邊 上面的土焦 鄉鄉放下來 大焦走來彈刷車道 附近社区 地板保存第一時間 聽到大聲 趕緊走來路邊看 我告訴你 當時沒有車見過 公車好車庭 也剛好沒人 當地機民表示 以前也沒有發生過 榜塔 遭行 所以應讓 單位在山邊 就有些金色的 風雨 為例 已經很久沒看到榜塔 可能是最近 貨路比較多 地蘇流 土焦三年 工作幾步 已經有派完 清修 環境也在現場 有機會交通 因為東北幾乎的影響 拜五北部東北部 這方面 也是有路純和 國地機溫 差不多在十七度左右 先把局部地匯的 早上有七到十五度 百日開始 我們都會稍微回升 不過後禮拜 有一波風明通過 雖然有涼過 我們都會一種感覺 在二十六號的白天 北部的氣溫 比起二十五號 就會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而目前預估 這一波涼冷空氣 可能是東北季風 接近大陸冷氣團的等級 起床數提升 後禮拜日開始 會有感覺的降溫 後禮拜三到禮拜 是感受的最冷 並且可以趁這個禮拜人 準備風寒的用品 現場這一波 十一月分以來 最強的冷空氣 記者中華報道